身材曼妙的俏寡妇准备到河里洗澡 却看到一旁挂着几件男人的衣物 普通寡妇为了避嫌会转身离开 偏偏她兴奋地冲向河边 河里一名壮汉正缓缓浮出水面 寡妇看着她见瘦的胸肌 忍不住在岸边搔手弄姿 企图将老王吸引过来 然而老王是个非常矜持的男人 泡在水里迟迟不肯上岸 寡妇见她不上钩有些着急 想要下水跟她洗个鸳鸯浴 哪知这时响起了枪声 老王立即钻进水里躲避 原来是另一名撬寡妇开的枪 其实这座小村落里只有一户人家 家里只剩下五个寡妇 老太太生了四个儿子 因为抢劫死了三个 唯一活着的大儿子也不知所踪 老王之所以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寻找大儿子抢来的钱 没成想这里的寡妇一个比一个漂亮 老四擅长厨艺 经常做小点心给老王品尝 送上门的点心老王自然笑纳 就在老四以为好事将成之时 老王却头也不回地走向了老三 老三腼腆地表示 他好久没跟男人说过话了 老王很是喜欢他害羞的模样 可这时老大恰好路过 曼妙的身材立马引起了老王的兴致 老大很会跟男人打交道 几句话将老王魂都勾走了 唯有老二对老王不屑一顾 他只对手里的枪感兴趣 反而激起了老王的斗志 他故意在老二面前绣枪 眼看着小小的硬币竟然被他打中 老二顿时对他改变了看法 然而老太太见几个儿媳蠢蠢欲动 严厉批评他们不守护道 还要将老王赶出村子 这是一群警探骑马赶来 老太太赶紧把漂亮儿媳们藏起来 自己拿起猎枪跟警探对质 结果警探以为老王是大儿子才敢来抓捕 老王身正不怕影子鞋 初恋把警察打发走了 老王的举动也让老太太有所改观 老王趁机询问钱藏在哪里 没成想老太太再度翻了脸 俏寡妇羞涩地脱下外套 等待心爱的男人来找自己 可老王想了半天没赶进去 把俏寡妇气的当场哭出来 结果老王回到自己房间 却发现老大直接找上门了 老大觉得跟其他肘里比起来 自己竞争力不够 于是主动送上门来 美人头怀送抱老王可不舍得拒绝 但老王还惦记着其他美人呢 刚送走老大就跑出来偶遇老二 老二为他高超的枪法而着迷 没忍住投入了他的怀抱 满以为可以脱付终身的人 哪成想老王只想从他嘴里套消息 一听他提起钱的下落 二话不说转身就走 老王仔细想了想 认为这些寡妇对他的迷恋程度还不够 所以才不愿告诉自己 于是开始疯狂展现个人魅力 据说会弹琴的男人最帅 寡妇们的确被迷得神魂颠倒 甚至开始争中吃醋 老王乐此不疲地奔走于四个女人之间 应付得相当游刃有余 但总这样下去也不行 老王决定逐个击破 这天他特意带老三外出 准备单独跟他培养感情 老三果然没能抵挡住糖衣炮弹 跟老王抱在了一起 两人一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家 老三羞愧得不敢跟婆婆对视 即便如此老太太也很生气 追进去大骂了老三一顿 老三被骂出了火气 丈夫都死了难道要我守一辈子火把吗 并且挑衅般说出他和老王的关系进展 气得老太太打了他一巴掌 老三心里委屈得不行 想去找老王哭诉一番 可老王一刻也没闲着 刚跟老三分开又去找了别的女人 根本没把老三放在心上 可惜依旧没人跟他说藏钱的地点 而且老大还想独自霸占他 翘寡妇用刀逼迫男人娶自己 却被老王三两下推到一边 老王虽然喜欢这些翘寡妇 但对他来说拿到钱最重要 接近他们只是想要问出钱在哪里 娶是不可能娶的 刚打发了老大 老三又来了 哭诉老太太打他 让老王带他远走高飞 老王只能先将他安抚住 让他先回去收拾东西 等到合适时机就带他离开 但老太太见儿媳频繁跟老王接触 生怕哪一个透露了亨胜 恨不得拿枪崩了老王 可惜老王不在房间 他越想越不放心 悄悄来到儿子们的墓地检查 没成想老王一直跟着他呢 老王终于得到钱的下落 却并没有着急动手 而是返回家中演了一出戏 假装一直找不到钱失去耐心 明天就收拾东西回老家 寡妇们非常想要挽留他 但老王的态度很坚决 老太太一听他要走便打消了弄死他的想法 老二却偷偷叫住了老王 表示自己知道钱藏在哪 只要老王走的时候带上自己 他就带老王去找钱 老王想着拐个媳妇回去也挺好 于是两人达成一致 趁着夜色挖出钱就跑 老三发现两人不见了 赶紧跑去通知老太太 等老太太感到目的 果然钱已经被挖走了 可是老王带着老二已经跑了很远 想追只怕也追不上 但他们迎面撞上了警探们 老王深知这笔钱带不走了 担心警探们为难老二 便让他先行离开 自己带着钱去找警探 谎称自己捡到了这笔不义之财 警探见追到赃款便没有为难他 老王立即骑马去追赶老二 哪只聪明的老二偷偷藏了一打钱 足够他们幸福地过完余生了